众所周知,旭政府能有近日自然是离不开俄罗斯的支持,这样的支持也只能是暗中进行,俄罗斯也并未派出地面部队参战。 或许是因为忌惮北约的原因,确实,美国与北约之间,抱团参与蓄局势,俄罗斯为此也是畏首畏尾,美国所倡导的抱团之风在中东地区十分盛行,不过近期,俄方集团也开始抱团了,虽说蓄境内的恐怖分子已经被如数消灭,但是美军还并未撤离,美军一天没撤,蓄战争就一天未结束。 这一点俄罗斯方面也明白,为此,俄罗斯拉拢伊朗、土耳其形成蓄地区的联盟,将为叙利亚的解放创造出良好的环境。 事实上,伊朗和土耳其也深受美国迫害,伊朗就不用说了,美国退出伊核,就是想找准时机对伊朗下手。 伊朗也需要找一个强势的盟友作为靠山,而土耳其呢?土耳其打击库德武装,早就惹怒了美国。 美国或许因为伊朗的问题还未对其下手,一旦美国腾出手来,土耳其就是美国的下一个目标,土耳其方面不如早做打算。 事实上,美国的一系列做法,已经得罪了中东的很多国家,在美国的眼中,之前的搬迁大使馆的行为,已经让巴勒斯坦方面不满。 为此,很多中东国家很可能会投入到俄方集团。 美国的危机来了,此次行动的目的非常明确,就是俄罗斯倡导的多国抱团,一致对美国发起攻击。 对于叙利亚方面,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,因为叙利亚再也不用看美国的脸色了。 专家称,这也是美国自己自觉坟墓,仗势欺人久了,也会遭到。